你以為家的玉子燒就可以阻擋我們想吃鰻魚的蔥丼嗎? 你太天真了 國泰 大家好,我是偷豆 大家好 我們現在在台北這裡 然後在我們身後這家酒店叫做 台北國泰萬宜酒店 我們今天會來到這邊 就要感謝我們觀眾特別的推薦 那國泰萬宜裡面有一個製作餐叫做 MJ Kitchen 我在出發前我先看了一下它的介紹 我就覺得好像還蠻有意思的喔 好不好 那等一下我們也進去體驗看看它的表現會是如何吧 Go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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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各位 我們現在已經就座了 只是沒有想到我們吃自助餐 他竟然有提供包廂給我們 真的是感謝酒店了 而且我剛剛有先看一下他這邊的環境 我是覺得整體 我是覺得整體優雅又帶有古典的味道 不過OK 等一下我們就去拿點東西來吃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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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這就是蠻油海鮮 喔 然後可以盤子夾在這邊的料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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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看喔 謝謝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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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對 我們今天來到國泰萬里這邊 他給我們是真正的普騷蠻 還有這個是 感覺需要配點啤酒比較順口 我是覺得說他這些火腿應該是出現在早餐時段的東西啦 只不過他們將他沿用到晚餐時段 然後他今天也有水煮魚啊 沒想到他這個蠟絲有深度的蠟耶 炒螃蟹 炒螃蟹 所以他竟然炸到說我們可以直接連殼帶肉一起吃耶 還蠻特別的耶 接下來這個是酒店大廚煮出來的羊肉爐 他這羊肉煮得非常的透耶 我們咬一下他的肉直接在你嘴巴就碎開來 那這個是羊溪的部分呢 像說以他今天這個一千三百多的這個定價來說啊 從台灣啊到中國啊甚至到韓國的鍋物 他什麼都有啊 只不過他的鍋物喝起來我是覺得真的是 還蠻用心的耶 不過OK啦 我們已經吃完第一回合的料理了 我們再去拿第二回合的東西回來吃吧 我們要吃得到餡料 フォー brut的那是 這裡就把家館吃了 我們吃得到的 我們吃得到的 這裡就把那個小餐廈 我們吃得到的 也就把鍋給了 我們吃得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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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吃得到的 所以我都吃得到 你自己吃超棒 欸 丟了 牛肉吗 对 请够一份牛肉 好 熟度可以吗 谢谢 请够一份螺丝粉 谢谢 请够一份螺丝粉 前面这个要需要吗 我没了 你还需要吗 你还需要吗 不好意思 谢谢 谢谢 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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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啦各位 那这回合啊 我有给他点了一份 他们现做的螺丝粉 哈哈哈哈 人中红 我们来喝喝看 他汤口会是如何呢 要喝喝 有点 有点 喝 酷 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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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酒店装出来的螺丝粉 他让你 会体验到 他食材的各种原味 還有搭配上他藥扇的湯頭 整體來說吃起來非常的舒服 而且他這裡面還有加了膠原肥腸 他這個肥腸雖然洗得非常乾淨 少一味 也好啦 這個時候我們要用這個美好金黃色 敬你們啦 他這個泰式海鮮鍋裡面加了非常多的炒菇 配上些許蝦子還有蛋菜 我覺得在吃完剛剛的螺絲粉之後 這顯得沒有那麼夠勁 豬肉鍋 是孜然吧 這裡面加了孜然嗎 光是吃了剛那個肉片我就感覺到他調味是非常非常的濃郁 如果你跟我一樣都是重口味愛好者的話 他這個火鍋 你一定會非常喜歡 麻辣鴨血臭豆腐啊 漢子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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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在烤猪肉排 吃起来是非常西餐厅的味道 你咬下去的时候它有是直接这点嘴巴喷出来了 它吃起来很香 这是鸡腿排 那接下来我们用这个美好的金黄色祭你们了 好啊 你有问好会员吗 我有会员 那这个可以跟你说E3用料吗 我可以刷信用卡吗 可以啊 哈哈哈哈 你们看到他们的菜色 还有说他们的用料 虽然说真的每一样菜的调味 它都有酒店的水准 只不过它比较缺少一些可能 让各位会惊艳的程度吧 还有你看一下 它今天这个蛋菜size 好 functionality 注意 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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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各位啊 他这次的普烧门 他底下竟然塞的玉子烧哦 想要拿这个东西来塞满我们的胃 没你怕的啦 我们全部都吃下去了 哦 普烧饭真的是很爽耶 他这个是麻辣猪脚吧 糖洋鸡 这真是每次都吃的玉子烧鸡耶 他这个非常适合配台湾啤酒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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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它这个旁边有花雕鸡啊 我觉得活锅控你吃到这家餐厅的话你会无法自拔 来吧猪肚锅 猪肚锅 猪肚 浓郁胡椒香煮着带皮蒜头 刚一口喝下去它浓郁的味道整个占满我的味蕾 OK啦那我们第二回的实在也都吃完了 我们等一下再去拿些东西回来吃吧 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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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 我们拿了第三回合东西回来了啦 这一回合拿的东西 好像跟前面几乎一模一样 它是我摩依没有吃到的那一锅 只不过它有许多的焦香味 不管是花椒还是那种青纳椒味道 它有全部混合在这一块肉上面 你真的不要叫MJ哈帕的吗 哇这集那集 各位虽然说它这个生鱼片的精感非常的重 可是必须承认它的鱼真的是新鲜的鱼 那种不免俗的就用这个萝卜丝洗一下嘴巴 好了 鰻鱼吃起来 你以为加了鱼子烧就可以阻挡我们想吃鰻鱼冲动吗 你太天真了 我太天真了 我太天真了 我们可是在何时大光挑战里 一次点十阵玉子烧男人 我没在浪费的 好油啊 就是要这种寿终带油的存在 这真的是太完美了 好油啊 这不一出租的热牌 各位 我们赶快用这啤酒压一下那股冲动 我们 买个啊 还有这个是怪味鸡 这味道 哪里怪啊 它就是一般的烧鸡 加上比较甜的酱油而已啊 没有想到这种 最佳风格也可以放在蛋菜上面 就是我们越吃到后面啊 这绍兴的味道越来越明显 来吧 麻油海鲜汤啊 我是认真的觉得我们今天真的来到火锅店 还有说吃到这种带个海鲜 只要新鲜 就很棒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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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第3 OK啊各位 那我们第3回的东西也吃完了 我们等等应该差不多该吃个点心的吧 OK啊各位 那我们这回合拿了他现场的蛋糕 还有吉他冰 虽然说他旁边有哈根大石 不过我看到这些冰棒全豆腐都是用 台湾所做出来的农产品制作的生意 你看到了 你不会想要来一只吗 这一只是初露柠檬 这冰棒应该是加浓厚的柠檬原汁 吃起来真的是很棒 而且他别出心才在这个冰棒棍上做出了一些图案 我觉得这很有意思 碰肝 还有这是洛神花 最后是百香果的 那最后我们用这个白威进你们了 盐子洞 他们的甜点有点意思哦 那各位 我们等等出去万人做结尾 我们现在来到外面了 只不过 我们那一碗谁是喝的太醉了 我们真的结尾都快做不出来了 好不好 今天我们吃的这家餐厅叫做MJ Kitchen 我是觉得如果他改名叫做MJ Hard Pot Restaurant 应该都不错吧 但是今天这家餐厅它毕竟是在饭店里面的自助餐 它其他的自助选项就是该有的都有 虽然说种类不多 但是每样的表现都还蛮不错的 但如果你问我说未来要我这花1300块吃的话我OK吗 我是觉得说看情况啦 如果今天只是想要找个优雅舒服的地方 我觉得这个地方会非常的适合 尤其今天在场 它已经做到三分之二满了 但是大多人吃的东西可能不多 就可能吃个一二轮就结束了 然后就直接坐在那边聊天 聊到收场为止 而且我还有甚至我看到一桌商务客 他们就是来这边吃一两盘东西 然后吃完就走了 我们今天吃这一餐可能都要存好久的钱才可以来吃 可是人家可能就是把它当做他每天的一个随便都可以吃的餐厅 然后吃个几口东西就走了 我 各位如果你有什么推荐吃到饱餐厅 忽然在底下留言告诉我 我看到就会去回复啊 还有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记得按赞订阅加分享 也欢迎加入我们频道会员 一起成为边缘的美食家哦 那我们就下个影片见啦 拜拜 原来这些啤酒界里早是金色的 它表现都非常棒啊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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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管怎么带 这个 这个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